Hello大家好,我是一哥 今天我们来讲青江葡萄古城 在火焰山的地下发现了一口大湖 湖中居然浮现出一个金属的立方体 里面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一个神秘古老的文明的遗迹 指引出了一个更为古老的赛种人文明 在一幅动物皮的地图上 居然指示出了这个地方在何处 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 地下葡萄古城 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 大家理性观看 在新疆火焰山的地下 有一个窃令人文明 而元森三人找到了一张动物皮的地图 除此之外 火焰山的地底居然暗藏着一片大湖 湖中的立方体的建筑里 三人发现了实质的葡萄古城 以及一个六芒星封印的大箱子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探险队的搜寻还在积蓄 三个人在地下的洞穴中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铁箱 长达十米以上 宽的也接近五米 这么大一个铁箱 完全不能够让人猜测 它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 他们爬上箱子 箱子顶上是一颗六芒星的星星 就刻在箱子的正中间 而六角星的中间有一个圆盘 拉木当时就推底下 圆盘飞快地居然转了起来 六芒星是发源于印度的迪特罗教派 六芒星在该派的解释 是分拆两个交叉的三角形 象征男女合体 是一种崇拜性的教派 也是犹太教的标志 被誉为大魏之盾 所罗门封印等等 那六芒星最兴盛的时候 是在公元750年之后 那个时候正是印度的 帕拉与先纳王朝时期 那个时候密宗圣行 而六芒星就成了密宗的圣符号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六芒星跟着印度的密教 一起传入中国 而六芒星是倡导男女合体 在密宗的教育里 一直都是遮遮掩掩的 甚至根本不提这个符号 而公元750年 唐玄宗在位 那段时间正是大唐安息四镇 和北庭都护府高先知 横行西域的时间 怎么会这么巧合呢 在公元七世纪 正是大唐和图鲁藩 争夺西域最激烈的时候 而藏传佛教在图鲁藩 发展得如火如荼 这个时期 图鲁藩与大唐 在此消彼掌的战争中 已经开始推进 藏传佛教进入西域了 而六芒星也就是在 这个时候进入了古西域 窃利人能够在火焰山的地底下 建造这么庞大的工程 肯定不是一两年的事情 而六芒星却是在高先知 杀了窃利人那段时间 而传用了西域古国的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的话 那么这个大铁箱 以及上面的建筑 就不是窃利人建造的 如果六芒星跟密宗的六芒星 真的有关系的话 就说明这个大铁箱 是唐军做的 那这个立方体 也就是唐军的手柄 可是唐军屠杀了窃利人之后 为什么要耗费三年的时间 来铸造这个大铁箱呢 还要耗费千辛万苦 来到火焰山的地底呢 那袁森突然就发现 铁箱角落的一块 似乎刻了什么东西 仔细一看 果然是刻满了小传 只是刻的字体非常小 痕迹很浅 而小传的开篇就写到 天宝十三年二月 于安息都知兵马赴使 刘元璋奉杰度使高将军之命 驻炼十四尊 于柳忠臣 号十三载 忠臣不二铁器 约锁魂香也 当时元森心头一震 这个大铁箱 果然是唐军所铸造的 也就是说六角锡 跟窃利文明没有关系 他继续往下看 小传上还说了一大堆 恭维杰度使高先知的话 还说窃利人是邪恶的部落 他们罪该万死 而高先知将军 途径窃利人是替天行道 为西域的各族人民 除掉了一个大害 当年的高先知将军 得到了铁箱之后 就地开启 却没有想到 箱中的东西是一场祸害 因为他是途径了窃利人之后 所得到的宝贝 却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一个潘多拉摩河 里面所藏的东西 是不能够被他所控制的 而高先知将军 逃出火焰山 得一人相助 所以就铸造出了锁魂箱 为镇压立方体中的邪力 如果没有锁魂箱 立方体中的邪物 将会逃顿而出 祸害天下百姓 那这些小传题 本来刻的就不深 是一般的古人建造工程后 歌颂功德的东西 再加上 在地底下掩埋了一千多年 有不少的文字都被腐蚀掉了 必须一边看 一边揣测 才有领会奇异 这时候元僧突然就想起了 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 斯坦因在中亚 发现了一块神秘的佛号 在考古学家斯坦因 在图鲁番考察时 在一处寺庙的遗迹处 发现了一位死去的僧侣 抱着一本大书 那寺庙是被掩埋在黄沙 和碎石中所挖掘出来的 里面都是僧侣的海骨和残骸 以及一些佛教法器 那抱着的那本大书的那位僧侣 就只剩下了海骨 却仍然舍不得放下手中的 这本羊皮大书 大书的封面上就画着一块 巨大的六芒心 斯坦因发现他的时候 根本就无法看懂大书上的文字 但是他从僧侣死时 要仅仅守护大书的姿态 可以看出来 这本羊皮书 一定具有不一般的价值 便将这本大书据为己有 经过他的分析 这栋被掩埋在黄沙中的佛教庙宇 是毁于十三世纪末 蒙古黑德尔火者汉 对图鲁番进行的圣战 而斯坦因将羊皮大书带回了英国 大书上的文字 是一种多语言演化过的图火罗文 他通过英国的政府寻找这方面的专家 花去数年的时间来破译羊皮大书 而书中所记载的 是活跃在图鲁番那一支佛教的教义典故 该教是传承自藏传佛教的密宗的一支 已经在图鲁番延续了数百年 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了 那六角星 在这支分流出来的藏传佛教中 充当着类似于圣符号的作用 他的示意是永恒 舍我 轮回 正义 光明 普度 那圣符号的作用不仅仅在表面 更在于它内部的交叉错节 而这一支教派在修行的时候 往往不拘泥于形式的修行 而是在于对佛经经典的多角度的诠释 从心自内而外的多层次的修行 一旦内修达到了一定的层次 就可以掺握六角星深层次的佛理 听完这些 哈萨克的战士就拿出了他的水壶 把水倒满了六芒星的凹槽 细细的水流 渐渐就渗透了凹槽的每一个凹处 水流填满了六芒星 慢慢的全部渗透而下 很快就流干了 把轮盘表面的水迹擦干了 轮盘上被灰尘遮盖住的一些线条 就显露了出来 那一层层很像是纹理的线条 在强光的照射下 就发着闪亮亮的光 他们就看到这个轮盘 应该是最外面的一层轮盘 而轮盘的下面又有一层轮盘 这个轮盘一共有六层之多 轮盘与轮盘的半径差异 仅有一个一毫米左右 这正应对了六芒星的含义 修行者分层次修行 达到一定的修行层次之后 再按照六角星的解释 六个示意的修行 层层递进 而这个哈萨克战士 按照轮盘中心的刻痕 就把下面的五个轮盘的刻痕 一一都给对上 这个时候轮盘响起一阵 咔咔咔的声音 大铁箱里这时候 居然传出来 犹如车轮滚动的那种 在铁板上的响声 跟着又是齿轮转动的声音 各种嘈杂混乱的声音响成一片 这个时候三人 赶紧退到远处来观看 心里又是惊奇 又是觉得诡异 如果真的是一台机器 以当时的科学技术 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他们沿着铁门相反的方向 退着越来越远 锁魂箱里传来了 几乎要震碎耳膜的巨像 那个箱子 突然从中间分成两节 里面射出了一束红光 圆森和哈萨克战士 手电光刚好与这个红光形成逆射 里面的东西 他们完全看不清楚 他朝旁边挪了挪 这一下子 圆森居然看清楚里面的东西了 忍不住大吃一惊 锁魂箱里居然出来一个东西 是一头 头上长了一只独角的牛 而那牛呢 只有一只眼 就是那一只眼睛里射出来如电光一样的红光 这只牛的形态就不禁让人联想起了山海经中的异兽 西渠 这是一种凶煞之兽 它出于离山 样子像牛 皮毛为青色 叫身像婴儿一般 极为凶恶 在山海经中写道 离山有寿烟 其壮如牛 苍生 其鹰如婴儿 其名曰 西渠 他也颠覆了牛在以往 我们人类心中 温顺 忠诚 任劳任怨的形象 难道说这箱子里镇压的是一头西渠吗 圆森当时脑子里都是唐将军的血书警告 以及小传上锁魂箱镇压邪物的说法 心中是又惊又怕 三人转头就跑 跑了一段路之后 圆森扭头朝后看了 却看见深厚的黑暗之中 那一束红光就像灯塔一样照了过来 三人奔跑到狼道两边的角落的时候 狼道后面传来了独角牛发出奋力奔跑的声音 他的蹄子敲在石板上 犹如催命的夺魂古典一般 刺激的众人心头发寒 而独角牛很快就奔到了他们的身边 圆森招呼大家都熄灭手上的光 都蹲下藏在角落里 这时候独角牛飞奔而过 冲过了他们的身边 静止地朝狼道的前面而去 几个人被吓得魂不附体 独角牛一边奔跑 一边仰头发出人兽型一样的怪声 宛如淒厉的哭声 阴森至极 当时的人听了心头发毛 完全无法忍受 圆森这辈子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古怪的东西 所以他现在就理解了 当时的高先知将军 为什么要命人铸造这么大一个铁箱子 来封印这个独角牛 以独角牛的体型 放任他在这个立方体里胡乱奔跑的话 他也没法从那么狭小的洞口钻出去 等独角牛跑远了 他们就走到了破碎的铁箱旁边 铁箱塌陷的不成样子 摆弄了几分钟之后 他们才把铁箱中间的那一部分 碎块的铁丝线理清楚 小心翼翼的就钻进了一截塌箱里面 距离他们两米外的地方 有四根手臂粗壮的一个植物 像是莲藕的金一样 长到了距离地面两三米高 四根粗金下面是一根圆形的口子 只近一米左右 里面是黑洞洞的 不知道通向哪里 他们就从这个粗根镜划了下去 居然抵达了一处地下 从地下的洞口下面 大约有五十多米的距离 袁森就打开了手电 他就看到了他们置身的地方 是一个巨大的山洞 山洞的四周空旷 十几米外的地方有个大水塘 或者说是山腹中的湖泊 他们沿着这个湖边走 走了一百多米的时候 在湖边就发现了一座长廊 长廊有几十米长 上面都搭着石雕的葡萄架 架子上垂下来的 长而卷曲的十克的葡萄藤 藤上都挂着大串大串的 十克的葡萄 都雕得栩栩如深 在远处看起来 就跟在火焰山脚下的葡萄沟的 葡萄长廊一模一样 那早在汉代时期 就有文献记载 图鲁番的葡萄特别出名 而切立文明就生活在火焰山底下 他们对葡萄的了解更深入 而切立人雕刻葡萄长廊 殷房 就是因为葡萄在他们的生活中 至关重要 他们要把这个当作文明的一部分 记录下来 在不远处有扇石门 门柱上有一块 比人手掌大的人形浮雕 那人盘坐 手上捏着的符号 跟石室中作画的那些 唐将军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地方 跟巫弩教到底有什么关系 袁森就借着这个手电的光 看到门洞里黑悠悠的 不知道会通向哪里 心中就浮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巫弩教的秘密 跟这个山洞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而山洞又十分的巨大 他们在洞底还发现了一具棺材 棺材上都裹着牛皮 形状狭长 由原木叼成人体的轮廓 两侧的牛皮撕了一部分 拉木就掀开了棺材 几速手电光照到里面 映入眼帘 是一张千超百孔的女人的脸 女尸裹着丝绸 头顶上戴着尖顶的粘帽 帽子前端挂着黄金坠饰 看他的陪葬品 丝绸以及黄金的挂饰 他的出身一定不是一般的贵族 棺材的旁边有一个颇大的石碑 石碑上就画满了一种奇怪的符号 看那石碑的符号连在一起 很像是一种奇怪的文字 原森就照了照 将这些文字描下来 准备拿回去再分析 而石碑上的刻字 应该是女尸的木质 他们继续在这一片区域内搜索 原森无意中就剥开了一坛红土 在土下就发现了一块 直径一米左右的地图 而那块图画在地面上 非常的潦草 是碎石头一类的东西 刻画出来的草图 不过让他们震惊的不仅如此 而是地面上的内容 这幅图与那个动物皮上的骷髅头 竟然是一样的 只是地上的那张图 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地图 而皮上的图更像是一幅画而已 原森就把这归结于地图 是皮上图的放大版 而地上的地图的骷髅形状 像是一片不规则的盆地 两边对称的眼窝是水域 额头的第三眼处的那个水域 对比左右两边要浅一些 这实在是一张奇怪的地图 而这些区域精确的就构造成了一颗三眼骷髅 而骷髅头的神秘造型 如果公诸于世的话 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为之疯狂 可是这个古怪的地方 它却从未耳闻 这也太奇怪了 光看着盆地和水域的位置形态 它就推断 这里应该就是罗布泊一带 那带着这些未解之谜呢 探险小队就原路返回了 爬出了地下空间 那大部分人呢 扛不住火焰山当时恶劣的环境 已经撤退到了善善县 田博士呢 被集电召回了巫市 他们扎营的这个山谷里呢 只有一股二十多人的小队 在等候探险队的消息 带着那一张动物皮图 已经描绘下来的碑文 原森当时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终于就发现了一些突破点 他说石壁上的人像的轮廓呢 很有古印欧语系人的特征 那么切列人文明呢 有没有可能就是古塞种人的一支呢 在古代呢 塞种人活跃的地区啊 在伊利和流域和帕米尔高原 那图鲁番有没有相关的记载呢 塞种人在西域的历史上 只是昙花一现 史书上的记载非常的粗略 不过有传说呢 塞种人部落被驱逐之后 就来到了阿勒泰地区 在阿勒泰附近的哈萨克部落呢 的确就是塞种人的后裔了 哈萨克战士就说啊 他小的时候也见过部落里的巫师呢 祭拜过这一张图画 那么哈萨克的部落 会不会与切列人文明有某种联系呢 石壁上的人脸是一个被称为 葡萄古国的末代国王 而资料中呢 对这个葡萄古国的介绍呢 跟切列文明非常接近 那张怪异的动物皮图的角落里呢 有这一行小字 那是当时他们在地下空间里 光线黑暗 加上情绪紧张 都没有注意的一行小字 原森把那行字扫进电脑呢 很快在电脑上溢出了一句话 上面说就是 我们要带着他 去寻找我们祖先来时的地方 他仔细回忆了一下整个过程呢 在那个时事里 他也发现了四手四脚的怪人的壁画 最后一幅壁画就说 这个怪人带着切列人的残兵 去了一个云雾缭绕的地方 而画这个壁画的人 应该就没有去 否则他不会再跑回来画这幅画了 皮图上的这句话呢 是不是就是说 四脚四手的这个怪人 带着他们的宝贝 去寻找切列人祖先来时的地方 所有的壁画都有一个共同点呢 就是用石器刻画出来 那跟阿勒泰山 露文石刻 欲曲同工啊 这种做法呢 就是赛种人的一种习惯 在大唐时期啊 西域各个部落都用上了精器 而赛种人的雕刻技术呢 仍然沿袭仙人的石刻做法 是对仙人的一种尊敬 而他们的颜刻形象呢 一般都是动物 不过还会出现一种对象呢 就是赛王了 因此可以推断出呢 切列人文明啊 其实就是赛种人的一个部落 他们因为某种原因而来到火焰山 从此榨根 以袭击当地的居民啊 掠夺财宝为生 直到遭遇到大唐军队的报复屠臣啊 文明才告一终结 那这个文明诡异莫测 能够控制邪灵 后来呢 唐军因为打开他们留下的铁箱 而放出了一个离奇的东西 屠臣大军呢 几乎全军覆没 那阴房石碑上发现的神秘文字呢 里面的两句话好像也与 奇怪的动物皮有着莫大的关系 上面就说啊 我被囚禁于此 擅入此地者 必死 壁画呢 仿佛就是预言 而碑文呢 又像是咒语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唐军屠了窃离人的城 而窃离人的残兵跟着怪人呢 又带着宝贝逃难 在阿勒泰山发现的这个乌鲁寄井呢 很有可能与逃难过去的窃离残兵有关 这也就解释了西域宗教密考上所说的 乌鲁教呢 是在图鲁藩地区的传教的 他的寄井呢 却在阿勒泰山被发现的原因 所以说 解开地下空间秘密的突破口呢 是塞种人文明 出了火焰山呢 袁森立刻就把疑点发给了田博士 请他召集专家研究 争取呢 快速破译窃离人语言 接着呢 他就准备前往阿尔泰山脚下的 哈萨克人聚集的原始村落 因为哈萨克战士就说呢 在他们的部落里啊 就见过壁画人物时刻 国老的塞种人呢 先后被乌孙匈奴人驱逐 从河西走廊向南迁徙 最远到过南亚 而哈萨克人呢 被很多考古学家就视为 最纯正的塞种人的后裔 那塞种人时刻下的人物呢 只会是塞王 所以哈萨克的部族啊 流传下来的塞王画像呢 与窃离壁画极像 而这里面肯定就有某种关系 所以原生的脑子里啊 在不断地牵扯着这件事情啊 是否又与罗布泊有关呢 他想起这地下空间上的那幅壁画 以及四手四脚的怪人呢 带着窃离人的残兵 登上了一座高山 而高山下面云雾缭绕 难道那些怪人呢 就是窃离人文明的圣者吗 如果他们真的去了罗布泊的话 罗布泊又哪里有高山呢 这个时候原生就叹了口气说道啊 看来之后我要去罗布泊一趟 这条贯穿文明的线索呢 也许藏着一个终极的秘密 那么好了 故事呢 宇哥也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